今天来详细测评野牛冲锋枪 野牛在全地图刷新使用9毫米子弹 能使用单发和全自动两种模式 弹虫量是冲锋枪最多为53发 但不能再装弹匣 配件方面能安装描具、枪口和侧瞄准镜 描具可选红点到6倍镜之间的6个瞄准镜 建议选择红点增加开镜时的精准度 枪口可选消音、消音和补偿器 建议选择补偿器增加射击时的稳定性 侧瞄完全没必要装 接下来是具体属性 首先是伤害 打升起是34点 打头部是62点 打四肢是22点 打脚是12点 打完全部的53发子弹需要4.13秒 周速为12.83发每秒 秒伤为436.22 100米距离衰减3到4点伤害 打完子弹换弹为3.8秒 流油子弹换弹为2.6秒 子弹输速为375米每秒 特点是配件少 弹容量大 我年轻极高 实战时野牛的腰射弹道非常集中 强烈推荐近战使用腰射来对枪 同时他开进后也超稳定 射程相对较远 衰减也比较小 打消远的敌人也是可以拿来一用的 好了 我们下期见